姑娘给您的药 谢谢老板 姑娘 日本鬼子来了 快走吧 你爹 干什么的 他是逃难的难民 让他走吧 难民 你爹 难民 我看 班上 太郡 你们觉得我不像难民 那 我是干什么的呀 我看你爹 是八路 太郡 你这么说可吓死我了 我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再说了 有我这样的女八路吗 你爹是不是八路 我们爹搜查 搜查 太郡 你想怎么搜查 你爹 跟我走 我亲自搜查 好啊 我不怕太郡搜查 姑娘别去 你快走吧 八哥 你怀太郡的好事 死了死了你 好 墨军 别理他 这次 我得先来 好 上次是我先来 这次赶你了 咋 太郡 你这么粗鲁干吗 人家是女孩子 温柔点吗 温柔 台军的一辉 一会儿台军大大的温柔 走啦 太郡 你想怎么搜查 你爹 衣服都脱掉 怎么脱啊 全部都脱掉 秦玄 你爹 什么的干活 太郡 我是来找朋友的 他刚刚在这儿抓药 你搞错了 你快走吧 搞错了 不会啊 你爹 站住 你爹 出来出来 我 老板 好 太郡 你对太郡 不好 我爹 不要 关门的干活 关门 老板 太郡让你关门 你就关门吧 好 你爹 把路的干活 太郡 你 你看我像八路吗 你是不是八路 我爹 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呢 我爹 有酥茶 酥 酥茶 酥酥 好啊 那你搜吧 这边 里面去 好啊 好啊 花姑娘 吃 好啊 这边 我 阿絲 化 duas 你爬 我们 送嗨嗦 送嗦嗦 说 我的 我的朋友在哪儿 在 在那边 如果今天不杀你 我就对不起 中国的女性同胞 凤甲 你来了 我刚刚把一个 日本鬼子给杀了 如果不杀他 我就脱不了身了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我也杀了一个日本鬼子 要抓好了吗 好了 咱们赶紧撤吧 走 走 师父 该喝药了 师父 这是梅凤霞和清玄 特意到龙门镇的药铺 帮你抓的药 你快喝吧 喝了药 你的病就好了 小慈灯啊 我听说 凤霞和清玄在龙门镇 杀了两个日本鬼子 是吗 师父 是那个日本鬼子 他该死 师父不是为那两个日本人惋惜 师父只是担心你们杀了日本人 他们迟早会搜到这里的 我的病呢 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 我怕会连累你们 师父 这些事营长会考虑的 你就别操心了 你现在啊 你现在啊 唯一要做的就是养病 你真的亲眼看到他杀了个日本兵 他不是内奸吗 难道我们猜错了 他不是内奸 现在我的心里也开始打鼓了 如果清玄他真的是内奸的话 那他一旦有机会跟日本兵单独相处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消息给传出去 他根本就没必要把那个日本兵给杀了 除非他知道我在跟踪他 除非他知道我在跟踪他 故意演戏给你看 有这可能吗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现在 真的已经摸不透他了 谁 营长 是我清玄 来了 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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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在房间啊 这大白天的 你关这门 你不觉得闷吗 我闷不闷 关不关门 不需要向你请示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来 找我什么事 对了 我有一件事想叫你汇报 说 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我担心 日门鬼子很快会追到这里的 你不是说你们回来的时候 没有日门鬼子跟踪了 是没有 可是我怕 会有人走路风生 有话直说 不要吞吞吐吐的 营长 我也是猜的 如果我猜错了 你不要怪我 我怪你 说 今天我跟梅凤霞去龙门镇的时候 遇到他的两个手下 就是那个拐脚马和板凳 拐脚马和板凳 不是跟马老黑在一起的吗 怎么会来到龙门镇 对啊 我就是觉得太巧了 营长 我不是不相信梅凤霞 我就是担心 万一梅凤霞把我们的落脚点 告诉了拐脚马和板凳 而拐脚马和板凳又 营长 我没有想诬陷任何人的意思 只是你不是对我们说过吗 在内奸没有查出来之前 所有的人都有嫌疑 我就是在想 如果梅凤霞 把消息告诉了拐脚马和板凳 而板凳又把消息告诉给日本鬼子 那样的话 到底是拐脚马和板凳有问题 还是拐脚马和板凳 马老黑都有问题 或者是梅凤霞 拐脚马 拐脚马 板凳 和马老黑都是一伙的呢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营长 我也只是猜的 你也别太当真了 那你休息吧 我去看师父了 好 我会下下 嗯 嗯 试试 她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碰上拐脚马和板凳了